好 來關心南韓三星的最新動態 南韓三星的電子附會長李在榮 目前人呢 是正在美國來進行訪問 那麼跟藥廠莫德納 還有電信業者微信等商討 合作事宜 李在榮先是跟莫德納的董事長 來見面 雙方針對新冠疫苗的合作 進行討論 隔天 李在榮也拜訪了微信通訊的總部 跟高層見面 是針對六G的行動通訊合作 來交換意見 另外方面 三星美國的研究中心 日前也獲得了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的許可 正式在美國來啟動6G的試驗 也凸顯三星在6G領域 不斷發展的企圖型